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2月28日 欢迎收看第四期的万维读报 我是Jennifer 近期日本、加拿大、美国 纷纷对中国短营社交APP 抖音的国际版TikTok寄出限制令 美国也提出针对联邦政府设备的TikTok禁令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2月28日周二批评美国太不自信 这一说法在中国网络上引来网民的挖苦 他们指出中国封杀了脸书 推特在内的一系列外国社交软件 难道是大国自信 这让中共对美国的批评显得很双标 毛宁的发言招来嘲讽和骂声一片 白宫周一通知各联邦机构 必须在30天内保证机构的设备和系统中 不再装有中国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TikTok 以落实国会12月批准的禁令 美国政界普遍担心TikTok会给用户数据安全造成威胁 以及被用来推广中共官方宣传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周二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 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大国 竟然如此惧怕一款青年人喜爱的应用软件 未免太不自信了 他说 我们坚决反对滥用国家力量 无理打压别国企业的错误做法 中共官媒也很快开始为TikTok辩护 表示美国称TikTok带来国家安全威胁 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 淡化额害额脱轨事件和化学物质泄露的注意力 官媒也在其国内各平台上推广中共外交部对美国的批评 话题 毛宁称美国未免太不自信 登上了微博热搜榜 环球时报 中国日报 央视 人民日报下属机构账号 都参与了对这一话题的推广 微博对该话题下的讨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审查 但审查也没能封住网民对毛宁这一说法的不满 纷纷指出中共早已封杀了包括推特和脸书在内 大量国际社交软件 一名博主问道 如果惧怕一款年轻人喜爱的应用软件是不自信 那问题来了 咱们呢 我们不是也不能用国外的软件吗 属实给我整懵了 太双标了 另一名博主写道 还有人称我想要自信的中国 给我推特 YouTube Instagram 等等 还有一名博主转发了毛宁对美国的批评 并附上了无法在中国登录的外国软件和网站的大量名单 不少这样的贴文都收到了成百上千的点赞 一条已经因被多人投诉而无法查看的热门贴文写道 怕一款是不自信 怕多款才是大国自信 在环球时报下 一条被精选的评论写道 主要责任在美方 主要责任在美方等类似说法 已经成了一些网民用来讽刺 中共常常要求美国负责的流行语 据报道 TikTok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遭到抵制 即美国和加拿大从星期一开始 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TikTok后 路透社报道 欧洲议会也在2月18日星期二决定 禁止员工手机下载TikTok应用程序 2月23日上周四 欧盟委员会才宣布 禁止工作人员在公家和私人设备上使用TikTok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警告 如果中共提供致命武器援助给俄罗斯攻打乌克兰 美国将会严惩中共的企业和个人 这可能让中共付出重大经济代价 让中共在世界面临严重问题 CNN指出 这是美国在此问题上对中国最直接的警告 也是布林肯最明确及公开的警告 凸显美中两大超级强国间的摊牌态势迅速恶化 布林肯在哈萨克表示 中共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问题上不能脚踏两条船 他不能一方面提出和平方案 同时又助长俄罗斯点燃的战火 美国官员近十天来一时警告 情报显示中国正考虑移攻俄国知名武器等援助 招致北京当局愤怒回驳 凸显两国早已恶化的外交关系 正受几乎每日爆发的新危机摇汗 从最近的侦查气球争议 是再度燃起的新冠病毒源头争论 鉴于美中之间的紧张气氛升温 促使依赖中国制造的企业重新思考供应链稳定的重要性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 中共清零重机工厂产能导致全球供应链锻炼等 中国耳机大厂戈尔透露 Apple的中国供应商转移产能的速度 可能比原先预先的还要快 据彭博报道 戈尔负责越南业务的副董事长齐永和良表示 公司除了考虑在印度扩厂 也正准备斥资2.8亿美元 于越南新建新厂房 因为近期有不少客户询问 何时会将产线完全移出中国 齐永和良认为 大多数的中国制造商可能也面临着同样的压力 且预计有高达9成的苹果供应商 认真思考是否要将产线转移 越南厂是戈尔目前在中国以外唯一的生产基地 戈尔计划从2024年起 在越南生产虚拟实镜头戴式装置 预期三年内 越南的收入将占其全球收入的一半以上 彭博先前曾估计 苹果要将10%的产能移出中国 可能需要花费8年 不过 吉永和良认为 产能转移的速度将比原先预期的还要快 据报道 2月28日周二 美国总统拜登提名华裔苏维斯 出任劳工部长 以填补前任部长沃尔什留下的空缺 苏维斯现任劳工部副部长 他也被普遍视为接替沃尔什的最有利人选 拜登在提名声明中 称赞苏维斯是劳工权益的倡导者 他称 苏维斯是一位经过考验的 有经验的领袖 他将持续建设更强劲 更坚韧 更包容的经济 这将为美国人提供公平的工作报酬 以及均等的上进机会 在拜登胜选之初 苏维斯就被视作是劳工部长职位的有力竞争者 不过拜登最终选择了时任波士顿市长的沃尔什 本月早些时候 沃尔什辞区部长职务 转而担任冰球大联盟球原协会主席 他是拜登政府首个辞职的内阁成员 沃尔什离任后 苏维斯一直担任代理部长 如果提名获得通过 苏维斯将成为拜登政府的首位华裔 也是亚裔内阁部长 目前美国贸易代表由戴琪出任 该职位通常被视作是准内阁成员 苏维斯是民权律师出身 曾任加州劳工厅厅长 作为劳工部副部长 苏维斯在去年底铁路工人的劳资谈判中 发挥重要作用 成功避免可能严重打击经济的大罢工 苏维斯也获得了国会亚太裔党团的背书 后者曾多次施压 呼吁拜登选择苏维斯来领导劳工部 俄军2022年2月发动对乌克兰的入侵时 24岁的女青年 玛丽亚·克劉齐克瓦 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城市 莫斯科东北方向的瑟克特弗卡尔 前往波兰与乌克兰的边界 为帮助几百万逃离战争的难民 贡献自己的一臂之力 克劉齐克瓦说 志愿工作帮助他缓解自己 作为俄罗斯公民的复旧感 他说 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 我不太敢告诉人们 我是俄罗斯人 我有复旧感 怕把他们吓着了 我认识到 对来自乌克兰的人 他们需要知道 有很多俄罗斯人是反对战争的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已经进入了第二年 流入波兰的难民潮 已经明显慢了下来 但是每天仍有数百人踏上旅途 在边境另一侧 欢迎他们的救援组织中 有一个团体叫做 支持乌克兰的俄罗斯人 这个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 是俄罗斯的流亡人士和移民 该组织在波兰城市 普热梅西尔一座办公楼的一层楼 运营着一个小型难民庇护所 当地距离乌克兰边境只有几公里 克刘齐科娃就在这里工作 庇护所内的乌克兰难民 包括安娜·索尔姆亚和他的孩子 他说 我首先感谢他们的支持 虽然他们是俄罗斯人 每个国家 每个社会总是有一些不好的人 俄罗斯志愿人员说 只要还需要他们 他们就将继续帮助乌克兰难民 但是对克刘齐科娃来说 这可能不那么容易 他的波兰亲政很快就要到期了 克刘齐科娃说 最近我收到了一个讯息 一封信 说我可能成为波兰的国家威胁 因此他们可能不批准我留下来 因为目前 我因为帮助乌克兰人 已经没法回俄罗斯了 回去我会坐牢的 他补充说 如果不批准他留下来 他将申请政治庇护 有网友说 但愿好人有好报 愿这位美女能够平安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 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大家晚安 我们下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